那第二行寫的時候要看一下第一行 比如說丘它有鈉它也有鈉 那你的鈉的位置、鈉的粗膝、鈉的長短就不要讓它移啊 還有輕重 所以這都可以去調 那我準備把它寫重一點 因為我怕這邊鈉輕輕的那邊鈉也輕輕的 那這樣 配在一起的時候人家就 會看到一個類似那個影子 左邊一個右邊一個 太高 那位置上不太一樣 粗細上不太一樣 休收 地還好 瀑布 那這個收就要注意跟上面那個不一樣 因為它上下 左右還好左右沒有 左右是 浮二溝 所以它沒有影響 所以有影響是上面那個 所以兩個長度也不一樣 那鈉 鈉就要拉長了 剛才我這邊寫重 所以我這邊就可以在這邊寫鈉的時候 我可以寫一種 非常輕盈 然後故意讓它上面的粗細是不一樣的 這樣看起來雖然都是三個鈉 但至少三個鈉長得不太一樣 秋收 冬 藏 藏的字都有寫過 有寫過 原則上就照它寫的方式來寫 唯一的就是有時候要改就是因為左右的關係 或是粗細的關係 那你可以改一下 如果還記得它怎麼寫 你就盡量跟它一樣 這樣就不會有爭議 然後這邊是中弓 它寫得很密 那邊是伸展的 這個地方伸得非常的長 然後中弓 大家要向中弓靠近 點也不要離開太遠 只有這裡做伸展 右邊的潤 右邊的魚寫得比較瘦 所以潤我就可以適當的加重 加重 讓它看起來是差了好幾倍 這樣拼在一起的時候 它的左右的表情就 分開了 魚 魚跟 皺在一起 那我就可以把魚寫得比較輕鬆 比較拉開 因為皺字 右邊的皺字寫得 真的寫得比較緊 那我這裡就寫得 舒朗 那舒朗的方式就寫瘦 瘦就舒朗了 瘦瘦輕輕的 連這個撇納 你都可以適當的 讓它這樣輕飄飄的 這樣就會看起來這個字 舒朗 但是不是說它不能加重 還是可以喔 你可以適當的加重 也可以不要 就看你要怎麼配 所以寫字就是 一直在調整 一直在配合 所以它沒有公式可以 靠 比如說沉我可以寫得比較重 我也可以寫得比較輕 就是你當下會覺得 上面這個字輕了 如果來一個比較重的 會不會比較好看 會不會啦 藝術都是釋出來的 會不會比較好看 好像會 所以你就會以後遇到 你就會這樣來做 那如果的一輕一重 一輕一重 一直重複也會有問題 所以我們有時候會 再變成重 會連續有兩個重 連續三個重 四個重都可以 但是不要讓人家覺得說 只要你寫得比較重 都是一個重一個輕 產生了一種輕重的 規矩感 那也不行 所以我們在寫第一行的時候 最簡單 第二行稍微困難了 因為它要考慮一下 第一行 好那這個 上面的層 寫得比較粗 這長得跟它很像 那我就寫收一點 寫收一點這樣子 就不會讓人家覺得 你兩個筆畫 在同一個角度進來 長度一樣 粗細一樣 那這樣不好 右邊沒有拉長 綠可以拉長 那可以 你先算好 綠是有 有筆畫可以拉長 因為它中間有一樹可以 做最後一筆畫 那這樣字它的表情就會出來 差異度 有些字是扁的 有些字是方的 有些字是拉長的 好這隻又拉長了 右邊是日月嘛 那就沒有拉長 所以第二行 還算好寫 第三行越來越難寫 所以寫到最後你會覺得 嗯前面寫得不錯 後面怎麼越寫越難看 有時候不是寫得難看 是配得不好看 綠 鋤 鋤 我科應該寫重 鋤重要不要撇 隨便你有 古代也有 也有人不寫 也有人寫 那都對啦 綠鋤 鋤寫小是為了寫 調養 調 眼部左邊拉長 這邊要收緊 這裡面在看起來表演就是 這個筆畫拉最長 中間收得比較緊 每一個字都應該有它一個基本的一個造型 不是方正的喔 是符合它字的特性 有些字上寬下載 有些 上載下寬 大家都寫得不一樣 所以字就很有表情 然後這上 上載下寬 下面都寫得比較寬 雲層字 雲層字 這是上寬下載 上面寬 下面窄 下面窄這個 分畫就不用寫太長了 因為你是要寫窄的話 如果你又拉長了 那就不窄了 騰 你右邊都是寫得比較重的 所以這邊倒沒有特地想要把它拉中 騰 折 這一行軍連續都清了 應該是來種一下 跟唱歌一樣 不要從頭到尾都輕飄飄的 有時候要唱幾個比較大聲來嚇嚇人 寫字也一樣 不愛想寫那 可是看到上面有個那 算了 算了 所以有時候看也會改 那寫字細的 語意就可以寫中了 路 他有寫過 下面有三個字喔 所以你要準備去做收尾了 到底哪個字要寫大 哪個字要寫小 哪個字擠得進去 哪個字擠不進去 你都要事先算好 前面都可以不理他 已經到後面三個字了 你就要試試看喔 想一下 你想寫到哪個字 哪個字要做結尾 哪個字稍微大 哪個字稍微小 好 盡量避免寫到最後真的沒有位置 當然寫到最後沒有位置 沒關係 我看那個大書法家也是亂集啊 大家也都亂集 有時候他也沒在寫 好 路結 我這邊把結寫小一點 圍再寫厚一點 入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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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的結上面是土 現在的結上面是 是 上 長 下 短 剛好 算起來剛好 寫字都是在算 所以以前我早學小孩子的時候 不是小孩子 比較早的時候都認為 筆怎麼意在筆先怎麼可能 後來慢慢寫都是沒錯 都在想 所以在下筆的時候已經想說 怎麼寫會比較好 怎麼跟左右搭配